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地球有一天会灭亡 那么你们觉得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欢迎留个言跟大家一起共襄圣巨啊! 哈啰! Ladies and Gendermen 大家好啦 我是沐金哥 欢迎收看莫名其妙的这个频道 我是神秘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2018年9月的时候 有一个组织叫做全球挑战基金会 他们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毁灭风险报告 如果各位听不懂的话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组织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 公布了一个报告就是 毁灭人类最有可能的威胁是哪些? 再更精简一点讲就是 世界末日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哪些? 那这个组织每一年都会发布一次他们最新的推估 那2018年他们究竟讲了哪些内容呢? 人类最有可能遭遇哪10种毁灭的方式呢? 就让我们来看看吧! 哦对了! 在揭晓他们的10种可能之前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 他们的分析是综合过去的历史资料 以及科学的数据 好我们先来讲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还好的第一点 就是人工智慧 嗯... AI这个东东发展非常迅速 一日千里 在50年前的时候呢 很多的人可能压根就没有想过 会有这个东西的发明 但是呢 这个组织推估到了2050年的时候呢 将会有50%的几率呢 在多数的工作领域上面呢 超越人类 或者是等于人类 那换句话说呢 有50%的人将会被 AI给取代 又或者是他们的工作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所以从这里来看的话呢 这个毁灭应该是指 呃... 会有非常非常大规模的人类呢 失去工作 或者是他们的经济 受到巨大的挑战 不过 如果是指伤亡方面的话呢 那也有可能 因为如果AI发展的非常迅速 那他们如果又被错误的人给操控了 那么就很可能导致一场 AI的战争 到时候发展成这样子的恐怖的后果 没有人敢说 有一门科学 叫做地球工程学 这地球工程学主要在研究的就是 如何去逆转 整个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影响 像是二氧滑蛋过高 全球暖化 那这个工程学啊 研究的就是如何去逆转这样的现象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发现了 之前过去极致的火山大喷发 他们喷出了这些粉层灰层 进入大气层之后呢 有效的减少了地球的温度 应该说暂缓或者是让局部区域降温了一阵子这样子 那这样子一来是不是将全球暖化这个现象给压制了呢? 这一门科学就是研究相关方面的这样的事情 刚刚讲到了科学家发现火山喷发的粉层能有效降低地球 或者是局部区域的温度 那他们想到的一个方式 就是在平流程注入一个气胶 或是其他能够起到相同作用的这些物质 然后将太阳的光和热重新射回太空去 这样子呢 诶 就可以达到相同的效应啦 不过 这个方式是有风险的 它是人类做过最大的尝试 那这样子会不会相反的对地球造成其他的破坏呢? 在不了解所有的情况之下做政治大规模的操作 会不会变成人类的灾难? 那就不知道了 所以这一点就被这个组织列为 第二个可能造成人类大规模毁灭的其中一种可能 再来是超级火山大爆炸 我没看资料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点听起来离我们很遥远 但我一看之后才发现 这件事情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在7.3万到7.4万年之间 地球曾经经历了一场超级火山的大爆发 这个火山喷发造成了地球降温了好几度 甚至造成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毁灭 以及动植物的灭亡 火山有多恐怖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公元7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古城相当的知名 它叫做庞贝 有看过电影的 或者是有读过相关史料 或者是这个事件的人就会知道 这个古城几乎是在瞬间被毁灭殆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是因为距离这个古城有10公里远的地方 有一座火山 这个火山叫做维苏维火山 真难念她奶奶的 那这个火山只不过喷发了3立方公里的物质 就将这个10公里远的古城给毁灭 那7.35万年前的这场火山喷发 你有喷出了多少的物质呢? 先说一下 人类史上经历过最大规模的火山喷发 你们猜有多少? 刚刚讲到的庞贝城火山爆发事件 是3立方公里的总物质量 那这个多巴火山 它总共喷发了2800立方公里的物质 是刚刚讲到的维苏维火山 就是那个庞贝城灭绝事件的火山的933倍 那你们就知道这个火山喷发有多恐怖了 这个火山喷发其实不只是岩漾造成毁灭性的损坏 那更恐怖的是他们喷发出这个粉尘 极有可能造成一场小冰河时期 那这个就是这个组织推估的 人类灭亡的其中一种巨大的可能之一 那其实讲到这些感觉好像还好 因为就是火山爆发好像也不是常常有事情 那我们应该是不会经历到吧 对不对? 但是根据数据的指出 超级火山爆发的间隔 大概是平均每1.7万年前发生一次 听起来很久对不对? 那你们知道最近的一次火山大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吗? 各位数据是指出 平均是1.7万年前爆发一次 但是已经有2.6万年没有爆发了 我们现在得认 下一次经历火山大爆发是什么时候呢? 没有人敢给一个答案 第四种可能是陨石撞击 陨石撞击说一直是很多人认为地球灭亡的最大可能 讨论度也蛮高的 但是陨石撞击为什么会带来人类的毁灭呢? 其实原理跟刚刚讲到的火山大爆发是蛮像的 它基本上不是说大爆发的当下被冲击波拉或是被炙热给烫死的人 不是说它可以烫死全世界的人 而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 就是它们都会扬起或者是散发出大量的灰尘或粉尘进入整个大气层 那大气层会循环嘛 所以这个粉尘或者灰尘就遍布了整个地球 就有可能导致地球的极具降温 然后再也经历一场冰河时期 毁灭的原理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那不过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组织就是MASA 它们在2011年的时候宣布 它们已经掌握了太空中90% 直径大于一公里的物体 那它们更说的 很有任何一个会击中地球 不过各位可千万别以为它们掌握了90% 你就可以安心了 实际上还有呢 10%没有被掌握呢 那就如今另外那10% 或者是有没有那种会突如其然 在它们的掌握范围之外的 或是它们压根就没想到的 会来造成地球的威胁呢 嗯...也不知道 好了各位 刚刚讲到的几种可能呢 它们发射的几率 就是造成人类大规模毁灭的几率 还没有到那么高 但是接下来要讲的呢 那几率可就是越来越高了 这边要讲的是传染病 各位 你可知道 全世界总共经历的这些传染病 给人类带来多大的伤亡吗 哼哼哼 详细的数据呢 不告诉各位 因为接下来我要自己单独做一集 告诉各位 给各位讲两个数据就好了 14世纪的时候呢 真的念 这个 非常知名的黑死病啊 你们知道这个黑死病造成多少人类的伤亡吗 根据某人家查到资料 蛮多说法的 那我不确定哪一种说法是最正确的 那其中一个说法是 但是意大利呢 光是意大利的国家 就有一半的人 在人间消失了 各位 一半哦 一个国家的一半哦 但是 有个国家更恐怖 它叫做法国 法国有多少人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呢 不算消失 它的巴底还在 总共有四分之三的国民 因此而离开这个世界 那在整个欧洲呢 更是造成了 250万人 因此上升 所以这个组织呢 就将这传染病列为 发生几率 可能相对较高的 一种威胁 那各位可别以为哦 现在的这个医疗哦 相对那么进步 未来应该就是哦 这些哦 小case啦 不足微距啊 告诉各位 现在的超级细菌 越来越强 之前有看到一个报道 现在最强的抗生素呢 已经杀不死 抗药性最强的细菌了 那代表了 现在人类的最强药效 已经越来越没用 那你们还觉得 现在的医疗 能够 越来越阻止这些 恐怖的事情发生吗 摩金哥自己是 大一个 大大的问道 真的是乔托府的样子啊 也没有啦 不要闻音笙听了吧 我们还是期望 整个医疗界 科学家能够 越来越厉害 发展出能够 大高一尺 魔高一丈的这个 方法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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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